照片上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这位是生活在加拿大中部萨克屯市 22岁的原住民青年Rudy Kishanew 在2017年元旦这天因为暴风雪 无处可去的他到圣保罗医院取暖 凌晨3点被医院赶了出来 当时气温只有摄氏零下23度 加上风寒效应 天然温度最低一度降到零下35度 而6小时以后 他的尸体被发现沉湿在医院对面大楼的角落 而身上的鞋子和外套早已不翼而飞 监警已经展开调查 希望早日厘清事件真相 远方透过声明稿表示 他们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当晚有人被迫离开医院 他们也已经把监视录影画面提供给警方 和监视人员调查 并表示民众经常在后城市睡觉或者取暖 而就算他们被要求离开 院方还是会提供协助 司者好友汤森表示 司者案发当晚有吸食毒品 和其他药物成瘾者一样 饱受贫穷以及无家可归之苦 这起事件也引起加拿大原住民社群 对药物成瘾和阶段庇护中心的讨论 因为其实有许多像Kishonin这样的药物成瘾者 因为躲避警方的逮捕 往往躲在角落中 使用没有消毒的注射针头感染疾病 或在寒冷的冬天 因为无处可去而被冻死 其中更有不少原住民族在都市 饱受高失业率 贫穷等心理压力 导致药物成瘾 汤森希望这个事件可以引起政府的关注 并在市区设立安全注射站 提供药物成瘾者一个暂时的披护空间 目前萨克屯市的游民安置中心 主要关注有精神疾病的游民 而比较少关心药物成瘾的问题 事实上欧洲许多国家开始重视这个社会议题 对于有药物成瘾的民众 采取软性的戒断方式 像是提供安全注射站的药物戒断庇护中心 让他们避免因为共用针头感染其他疾病 并进一步提供心理资商 戒毒中心等医疗服务 让他们从生理和心理戒断掉 对成瘾药物的依赖 记者 Erleng, Duhi,林伯宏, Bin Y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